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寄生上流》這部電影 主角一家四口非常貧窮 住在一種被稱為半地下室 房租便宜的房子裡 小小的窗戶外 就是人行刀和下水溝 環境當然是狹小髒亂 到處都有奇怪蟲子 外面清潔時的消毒水物還會跑進來 晚上甚至會有醉和撒尿 一家人平常 也都是靠周圍免費WiFi 上網找工作或資料啥的 像這天男主角金基宇 就因為之前用的WiFi被改密碼了沒得用 只好手舉高高 拼命在家裡尋找還能用的WiFi 一番辛勞 終於在廁所馬桶旁找到能用的 還興奮地叫上妹妹小婷一起來用 母親中熟 也開心問他們真的能上網嗎 可以的話 就幫忙看一下披薩店有沒有傳訊息來 因為啊 他們一家通通都沒工作 全靠幫披薩店折紙盒 賺取微博代工薪資來過活 父親大驚 個性軟弱 幾年前失業後就閑富在家 中熟以前是運動員 退休後也沒工作 小婷則因為家裡窮 連書都沒辦法讀 靠自學藝術與各種電腦軟體 而男主角則是努力打工 拼命重考大學 是全家唯一的希望 某天晚上 男主角的好朋友敏赫 突然跑來找他 還拿了一塊挺珍貴的騎士送他 說是能帶來財運和考運 讓主角一家人都看得默不轉睛 那敏赫會來找男主角 其實是因為有事要拜託他 目前敏赫在一戶有錢人家 蒲家 當對方女兒 多會的英文家教 可是過兩天 敏赫要出國留學 加上要喜歡多會 不想讓其他男生接近 其實還算蠻有水準的 方法他也想好了 他會先去跟蒲家那個 個性單純善良的貴婦蒲太太講好 男主角再去請小婷幫忙 PS一張假的大學文憑就絕對沒問題 男主角一聽 當然是開心得不得了 有錢人家的家教欸 一定能賺很多錢 於是他立刻回家找小婷幫忙 一起去網咖 PS了一張大學文憑 隔天 男主角西裝筆挺離家 一路從平地步行向上 趴到只有有錢人才住得起 半山腰上 環境優美的豪宅區 一進到蒲家後 映如他眼裡的 是大片綠色草皮 和幾百瓶的超豪華房子 讓他內心滿是驚豔與羨慕 接著 蒲家的幫勇阿文 就在他進屋內去找蒲太太 短暫的面試後 蒲太太就同意 讓他先上一堂課來觀摩 因此男主角就在蒲太太的注視下 開始知道多蕙英文 沒想到的是 才不到三分鐘 男主角竟突然抓住多蕙的手 跟他說什麼 考試要放鬆 要有節奏和氣勢 你看你現在寫個考卷就緊張成這樣 到時真的考試怎麼辦 再翻言論 就讓蒲太太跟多蕙大吃一驚 覺得他真的好棒棒好會教喔 蒲太太也決定錄用他 還跟他聊起家裡小兒子小宋 很有藝術天分 很會畫畫之類的事情 可是因為小宋很好動 之前請的美術家教 都幹不到一個月就辭職了 男主角一聽 馬上靈光一閃 告訴蒲太太 他認識一個國外留學回來的藝術老師 傑西卡 可以請他來試試看 阿這個傑西卡 當然就是讓懂藝術的小婷來假扮嘛 能多賺一點試一點 隔天 男主角就帶著小婷一起到蒲家 小婷也透過小宋的圖畫觀察 得知小宋可能有些心理問題 便問蒲太太 小宋是不是遇過什麼狀況 而蒲太太聽到這話 感動的差點哭了出來 直說沒錯沒錯 然後他就決定立刻雇傭小婷 接著 男主角和小婷 就把歪腦筋動到蒲家司機 和幫庸阿文身上 用了非常陰險的招數 害兩人都被蒲太太開除 然後再用計 讓老爸老媽 輪流印證上司機與幫庸的職位 短短幾天 原本失業的一家人就全都有工作 實在太爽啦 而且更爽的是 男主角還跟多惠日久深情 互相喜歡上對方 可謂是愛情事業兩得意 不過這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 像某天小宋就突然發現 大金和中熟 都有一種差不多的味道 還告訴爸媽 男主角跟傑西卡身上 也有著味道 嚇著主角一家全身發抖 回到家後趕緊討論 要不要用不同的肥皂洗衣精傻的 小婷卻一語道破 說這些味道 是半地下室的各種氣味融合在一起的 像食物 汗味 美味 外面臭氣等等 簡單來講就是一股窮酸味啦 除非有錢 否則洗到脫皮也洗不掉 某天 一個晴朗的早晨 蒲家外出露營遊玩 而主角一家就像寄生蟲一樣 直接住進蒲家豪宅享樂 像是躺在沙發上睡覺 大草皮上曬太陽看書 泡在大浴缸裡死吧 晚上則就在客廳裡吃喝聊天 也聊到蒲家人都挺不錯的 像蒲太太 雖然有錢卻很善良 不過中熟卻語重心常告訴她 不是有錢卻很善良 如果他們有錢不用為生活煩惱 也能這麼天真善良 錢就像熨斗一樣 能把一些皺褶燙品 這時 胡家的門鈴突然響起 大家緊張的去硬門後發現 竟然是阿文跑回來 所有東西忘記拿了 能不能讓她進去一下 眾人想想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 就躲起來讓中熟開門給阿文進來 並讓她獨自進入地下一樓的儲藏室 可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卻不見阿文回來 好奇她在做啥的中熟邊下去查看 發現阿文正在努力推開個櫃子 沒想到的是 當櫃子一推開 後方竟然還有一道隱藏起來的門 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然後阿文就大喊老公老公的往樓下重去 緊張的中熟也跟在後方 想看看到底是怎樣 令人驚訝的是 這裡竟然有超大的居住空間 還真的住了一個人 中熟疑問才知道 原來 阿文知道胡家出門後 就剪斷門口的監視器過來 這個地下室是戰爭避難空間 他老公很重要為了奪債 已經住在這四年了 阿文都會趁機帶食物來給他 這間房子的設計者 當初有打造這個避難室 可是卻沒有告訴之後住進來的人 也就是說 這裡目前只有阿文才知道 中熟聽完後就居高零下 打算報警把他們趕出去 雖然阿文拼命求情還掏出錢來 可一點用也沒有 不過這時 一直躲在一旁偷聽的其他主角們 就不小心摔下樓 被阿文拍照錄影存證 阿文還馬上想通 他會被辭退 就是這一家人害的 所以現在情況反過來了 有證據的阿文變成老大 對著主角一家以止氣死 敢不聽話就把影片傳給胡家 幸好主角一家也不簡單 趁著阿文夫妻不注意 一個劍步衝上前撞飛他們 開始互相爭奪手機 只要把影片刪掉就沒問題了 但就在他們成功搶回手機 刪除影片時 家裡電話卻響了起來 中熟一接聽後 不得了了 原來因為外面下暴雨 蒲家取消露營 正在回來的路上 在八分鐘就到家了 因此掛上電話的主角一家 就拼命收拾環境 並把阿文夫妻抓回避難室綁起來 雖然動作迅速 可時間根本不夠 弄到一半 蒲家人就回來了 眾人只好各自找地方躲起來 同時 在地下室的阿文掙脫控制衝回來 好險中熟大腳一踢 又把他踢回去 大金也趕緊把阿文帶回避難室 將櫃子推好遮掩一切 大家才平安躲過一劫 之後在地下室的大金注意到 很重要有個奇怪舉動 不停拿頭再撞一個控制按鈕 疑問才知道 這個按鈕 能控制樓上的感應燈 很重要每天晚上 都會輸入摩斯密碼 感謝蒲家讓他在這苟且投身 而且小宋是童子君 一定能看懂的 只是這樣太危險很可能被發現 大金便立刻拿腳步將他捆綁 很重要則愛求他 只要讓他跟老婆還能住在這 就絕對不會說出這些事 另一邊 中熟被蒲太太找去聊天 也在閒談中得知 小宋心裡有問題 是因為以前半夜偷跑下樓吃東西時 看到一旁有鬼走出來 嚇到昏到 還口吐白目的全身抽搐 如果15分鐘內沒送醫就死定了 阿這個鬼 其實就是半夜來找東西吃的很重要 之後主角一家 趁著蒲家人不在客廳的空檔 想偷偷離開 可是很不巧 小宋竟拿著露營道具衝出來 跑到外面草皮上想露營 引起全家人注意 害眾人只能趕緊躲在旁邊大桌子下 而蒲夫妻為了陪小宋 竟也坐到旁邊沙發上 這時 蒲先生突然說什麼 這裡有大金的味道 一種很難聞的臭酸味 偶爾搭地鐵時才會聞到 這些話 就被主角一家全聽到 對大金來說 請何以堪啊 在家人面前被羞辱 顏面禁食 一段時間後 蒲夫妻睡著了 眾人面趕緊爬出來逃跑 沒想到這時 小宋突然照亮手電筒叫醒蒲夫妻 還來不及走掉的大金 只能停在原地不動 拼命禱告別被人發現 就像蟑螂一樣 只能在黑暗中行動 幸好主角們運氣不錯沒被發現 好不容易逃出客廳後 就從車庫離開 頂著大雨不停移動 從象徵富人的高處 不斷往象徵窮人的低處走 慘的是 回到住家附近時 他們才發現 大雨讓整條街都淹水了 而且他們家窗戶沒關 水深極妖 想搶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馬桶裡還不斷噴出石碎 只能用慘來形容 最後他們只能帶著一些家當 到政府指定的避難場所休息 同時 在避難室裡 阿文被踢下來時撞到頭 引發嚴重腦震盪 雖然很重要掙脫束縛 不斷用頭撞擊按鈕發出求救訊號 可是根本沒人注意到 結果阿文就這樣死了 隔天一早雨過天晴 蒲太太臨時興起 想替小宋舉辦生日會 就打電話找男主角和小婷去參加 他們只好趕緊去搶衣服來打扮 蒲太太也找來大金開車去購物 可是在車上 蒲太太又聞到那股南溫臭味 臭到他只能開窗透氣 也讓大金心裡隱隱作痛 很快 生日會就開始了 蒲先生拜託大金cosplay 等會蛋糕送來時 他們就跳出來表演 逗小宋開心 但大金卻說了些雨舉的話 雖然使蒲先生很不爽 他卻還是有理的回應 另一邊 男主角來到多會房間看他擁吻 並問他說 這些臨時來赴約的人 都好自然好體面 很有餘裕的感覺 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這裡 雖然多會不太懂他在說什麼 還是點了點頭 男主角聽完後 就抱著他昨晚搶救回來的石頭 趁著沒人注意時 偷偷進到避難室 想要一個人把事情解決 沒想到的是 很重要突然從後方出現 拿東西抓住男主角 還撿起他掉落的石頭 打算殺掉主角以及他替阿文報仇 沒錯 現在的很重要 已經進入瘋狂狀態了 他緊緊追著逃跑去跌倒的男主角 用石頭一次又一次 狠狠砸向他頭部 再拿起一旁廚房的菜刀 跑到生日會現場 衝向亂端的蛋糕的小婷 支支往他胸口來上一刀 嚇得在場眾人拼命尖叫逃跑 小宋也嚇得昏了過去 很重要的大喊 叫忠叔出來受死 那為了拯救女兒 忠叔並勇敢上前對抗 蒲先生見狀 也趕緊要大驚 開車送小宋去醫院 可是嚇傻的大驚 根本反應不過來 好不容易丟出去的鑰匙 竟丟到了打鬥中的忠叔和很忠叔生下 同時 很忠叔因為體力不支 三兩下就被忠叔壓制 用烤肉刀刺中要害倒地不起 蒲先生也鼓起勇氣上前剪鑰匙 可是當他聞到很重要身上的氣味時 卻露出痛苦難過的神情 趕緊捏住鼻子 這個動作 全被一旁的大驚看在眼裡 此時他的眼神 從緊張害怕 變成了一種憤怒 他嫌棄脆弱敏感的心 讓他再也忍不住了 憑什麼這些有錢人 能瞧不起他們這些窮人 說窮人又酸又臭 等他回過神時 他已經拿著刀 將蒲先生殺害了 最後 男主角被送醫治療撿回一命 他跟忠叔也運氣很好 只被判緩刑 至於小婷 則是傷重不致死了 新聞也大肆報道此事 可是完全不曉得很重要殺人的原因 而大驚則消失得無影無蹤找不到去向 連男主角和忠叔 也完全不曉得他躲去哪了 很久很久 人們漸漸淡忘此事後 男主角偶爾會去偷看撲家豪宅 然後某天他就剛好看見了 那些不停閃爍的感應燈 他也馬上想通 這可能是大驚傳來的摩斯密碼 並趕緊記下來分析 原來那天 大驚逃跑時 從一旁車庫又繞回屋內 躲進避難室去 展開了漫長的孤獨生活 撲家搬走後 因無人居住 他苦撐了一段時間 也趁著沒人師 將艾文好好埋葬表達歉意 幸好後來有人住進來 他才能半夜去偷拿食物狗活 然後每天晚上發送訊息 希望有天能讓男主角發現 那男主角知道後 就立下一個非常簡單的計劃 就是他要賺很多很多的錢 將那棟豪宅買下來 這樣就能讓大驚重見天日 只是不曉得 那一天什麼時候才會到來 看完後我就在想 撲家人真的蠻倒霉的 待人善良有理 抱怨也只是私下所為 好不容易靠努力工作 創業發大財 卻被他人的嫉妒羨慕害死 也希望大家不要過度仇富 畢竟抱怨也不能改變什麼 不如多花時間想想 要怎樣變成有錢人吧